十号与月蝉被神火烧到一丝不挂 但十号却趁机动手动脚 月蝉险些被气到崩溃 书接上回 十号在得知了远古年轻至尊的秘密后 他所要做的便是为了天交大战 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当务之急是与月蝉前去收服清月宴 按照祈祷灵的说法 尊者想要收服这些神火难如登天 因为那些神宴有些比强大的神器都厉害 但同一种火焰 自古至今帮过很多天才驻下神道根基 所以这一过程并不是奴役火焰 也不是彼此融合 而是去跟他交流 得到其认可 许以条件 将来回报 在得到了祈祷灵的指点后 十号便带上月蝉前往的发现三世铜关的地下古城 那清月宴也正是藏匿在此地 月蝉在看到清月宴后激动万分 难以保持平静 然而下一刻 两人感觉到了一股灼热 空中的清月宴爆发出恐怖的危能 将他们身上的衣服迅速燃烧 化成灰烬 万幸的是并无恶难降临 也没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仙谷废墟上 两人相对可以看到彼此的一切 十号大叫到不好 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月蝉身旁 挡住了清月宴 甚至还一把搂住月蝉的躯体 并且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用担心 我来对抗他 你躲在我旁边 月蝉的翘脸上腾起红霞 十号简直太混账了 这分明就是在占他的便宜 结果还说得如此大一礼 月蝉怒斥到让十号离他远一点 这实在太尴尬了 当来到此地 就遇上这种情况 十号面不改色 继续搂紧了月蝉的小蓝腰 我绝不能让你犯血 有我在 你不会受到一丝伤害 随后月蝉若离线的圣剑 横移数百丈距离 想摆脱十号的魔爪 但让月蝉万万没想到的是 十号的速度太过于逆天 那条手臂竟然还在揽着他的腰肢 不曾被甩开 月蝉有些崩溃 他浑身霞光绽放 各种符纹密布 一层神灵甲咒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气晕了 应该早些穿上甲咒 然而此时 清月蝉再次散发出赤裂的气息 一道青色火丝冲着月蝉而去 瞬间便烧毁了他的甲咒 火丝消失后 清月蝉再次恢复了瓶颈 没有了危机 十号不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随后他又按照齐道林的教导 开始口颂仙谷的祭祀语 刹那间十号从清月蝉身上 感知到了一些情况 身穿神灵甲咒 手持神级兵器 对他来说这是挑衅 故此毁掉 月蝉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快速穿上了一件普通的长裙 不过十号也并没有再次招惹月蝉 而是认真商讨起了该如何收服清月蝉 由于两人掌握的祭火之道并不一样 特别是仙谷语言 可以互补能更加的完善起来 月蝉佩服地说道 祭道主虽然名声大坏 但是真的很有手段 他偷试败家 所得到的古语 比窝补天窖的还多 很快两人便开始行动起来 以清月蝉展开沟通 一段又一段神秘的祭祀语 从月蝉口中透出船向天空 十号则是在一旁护法 帮助月蝉与清月蝉建立联系 清月蝉慢慢下降 悬在两人上方数丈远的地方 不过由于火焰的温度炽热 两人的衣衫再次化为灰烬 现在正是与清月蝉沟通的重要时刻 月蝉不敢再次忘董 随后清月蝉一点点临近 变得越发柔和 若无意外应该可以成功 这种情况已经算是与清月蝉 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 可怎料一旦放松下来 十号又开始偷窥起了月蝉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容易令人迷失 月蝉有些恼怒 但也无可奈何 这是收服火种的关键时刻 他怒斥到让十号离远点 这样会使他心神不明 怕被打扰出现意外 然而十号却倒打一耙 但你要对我负责 非礼勿事 而你却已经将我看了个透彻 月蝉险些被气到吐血 但最终也只能恶狠狠地瞪了十号一眼 谢谢大家